南加州 販毒洗錢 落願男子被判15年監禁 南加州一名男子 因為參與南達科他州冰毒和洗錢計劃被判15年監禁 国稅局发布的官方消息指 54岁的洛杉磯人Daniel Fierro Navarrete 被地区法官判刑 他还被要求在释放后要復10年的换刑 并向联邦犯罪受害者基金支付$200 Navarrete在去年10月7日承認犯有共謀分法受管制药物 以及共謀洗錢的罪行 從那時開始他一直都被聯邦拘留 Navarrete由2021年3月開始 在南達科他州分燒一種冰毒的物質 根據國稅局的說法 他向南達科他州的一名同貿 提供了大量的甲基本兵安 並協助同貿和其他毒販會面 交易了數磅的冰毒 Navarrete和同貿眾司徒洗錢避免被發現 判決之後Navarrete被發警看管 目前還未清楚他將會在哪裡復應15年 天下威視編輯報導